古堡加商击败美汉高中晋级八强 突取自黑暴棋粉丝团分享 中性杯黑暴棋全国高中棒球大赛持续在天母球场进行16强厮杀 古堡加商今天下午突战美汉中学 队长李晨峰以107球丸头九局仅是一分 帅古堡以3比1胜出 下一战将与大力高中争取四强门票 继续力拼黑暴棋第二关 古堡加商顺利闯进16强后 早早主义把今天的先发重任交给李晨峰 设定用球数100球 而他没辜负教练团的期望 用107球撑完全场只被敲出三只安打 送出其次三阵 第八局被敲三雷打汉高飞牺牲打失掉 唯一一分用精彩表现多下胜头 此战古堡全场只敲出四只安打 二局下连续获得两次保送 第七棒赖宇文扫出中外野二雷打 一棒敲回两分打下胜利打点 美汉在第三局换上第二任投手 严死俊有效直写后援武 二局只让古堡集出一只安打 在六局下投出三次保送又发生爆头是一分 古堡在过去四届黑豹棋都闯进四强 其中在2014年第二届赛是夺冠 但多名主力球员毕业后 今年阵容换血先发打序 还排上三名高一球员 总教练周宗志说现在面临换血阶段 但他们需要快速成长 几名高三球员则是之前出赛经验少 面对高张力赛事的稳定性是目前比较担心的 其中中外野赖宇文过去两年上场机会不多 直到今年高三才被排上先发 今天把握机会 在第二局挥出制胜二雷打 他说当下就想把分数打回来 帮球队建功拼到高中最后一年争取到表现机会 赖宇文也说 努力了这么久 谢谢教练给我机会